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美国的房屋结构 很多人对美国房屋结构是不是木质的 这个非常感兴趣 今天正好在小区里头看到两个正在建的房子 我们今天就过来看一下 我们先走进第一家 这样我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地基 很多人说美国的房子是纯木质结构 实际上不是 大家看它的地基 它实际上是这种混合的这种材料 首先我们看它的地基 美国法律规定你的地基的最低点 必须是在这个洞土层 所以然后它底下铺上这个 全都要铺上这个水泥 然后整个的房屋是建构在这个水泥的基础之上的 这块应该是房屋的后边 然后呢这块应该是有一个porch 然后这是车库 我们先进车库看一下 首先木质结构的房屋 它第一点好处就是耐用 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百年的老宅 在美国特别常见 你看故宫你就知道了对吧 木质结构实际上比这个混凝土什么的更耐用 然后别觉得它是木质结构 就觉得好像是不耐火 实际上木质结构耐火性 因为它是这个全封闭的 这个用的是这个防火的石膏板 所以呢在这个结构性上更容易防火 从车库这块应该就是一个门 进来以后呢通常情况下 从车库进来的右边或者左边 就是洗这个装洗衣机的地方 这是应该是laundry room 你看那这个管道应该是洗衣房的 那左边应该是个小门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小的客厅 这个窗户蛮大的 那边已经有人住了 我觉得它家这个房底有点低啊 看 哦这个地方应该是厨房 再往这边走就是living room的客厅了 壁炉 然后这块直接就是外头的一个小院子 他们家这后院有点小 这是对面家 所以你看这个房做好以后呢 修好以后也是这种风格的 这边有一个小的卧室应该是 楼梯间等会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卧室 而且说不定这是一个主卧 因为你看主卧它自己带的这个卫生间蛮大的 对吧 这应该是两个贵厨 然后这些地方应该是放这个洗手池子的地方 哇这四个贵厨呢 这么这么多 第一次见到这种结构的房子 等一会我们会到那边那个房子再去看一眼 好咱们现在上楼啊 这个木质结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保温和防热它做的相对来说要好 哎呦这看着有点血痕的房子从这上 然后当然木质结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抗震了 我这看着真悬的 哇在这层面要掉下去多可怕 这上来还有一个living room 起居室 到时候这个上头啊 会全都铺上那种隔热的那种棉花什么的 然后大家经常看到美国的电视剧里头啊 夏天这个风扇在转 实际上呢 它是把这个空调的热气 它都是往上头飘嘛 它把这个热气往下吹 所以在美国啊 你看到的吊扇通常情况下 不是像咱们国内的那种 就是为了乘书养用的 它主要是把夏天 它主要是冬天冬天的时候把热气往下吹的 因为我一再说 美国的这个房子里头啊 它是中央空调 楼上楼下各一个空调 这就是浴室 然后呢 它是恒温的 一般来说房子都是保持245度左右 哇 这个房最大特点就是大窗户 其实我有点受不了一点的 就是美国的房子地毯特别多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新家买的 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就挑地毯 地毯少的 地毯 我就觉得地毯清理起来太麻烦了 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所以你看这个房子里头啊 一个卧室 两个卧室 三个卧室 然后这两个卧室呢 中间共享了一个卫生间 所以这个房子 加上楼下那个四个卧室 然后呢 两个客厅 比我们家那房子小多了 你看这个房子看着挺通透的啊 但真正墙壁全都弄上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房子最大特点就是 狭窄逼则 这是他们后院 你看这是楼上空调的通风口 每一个房间 几乎不是在底下 就是在上头 通常都是在上头 而一楼一般都是在底下 然后 这个地方又挺独特啊 还专门这块有这么一个空间 可以看外边 但景色其实也并不好啊 你看这是我们整个小区的风格 房屋的风格特点都是这样的 这样从这往下看有啥意思 你看在美国 如果你要是想把你的篱包换个颜色 或者说墙或者说哪个柱子 你刷个颜色 如果没有经过小区委员会批准 你都是你都是不能这么做的 因为这样的话 你会影响整体的这个特点 好了 我从这下去了 我们去对面那个房子去看一看 哇塞 看着有点悬的火 我们现在进这家来看一眼 刚才那个房子啊 这个房子 我觉得最后的售价 应该是在50万美元左右吧 这个也差不多 五六十万 这也是从后头的 哎呀 这个地方进去 这是一个车库 它的上边 这是隔壁 墙上的线已经都装好了 哇塞 这边怎么新建的房子 一个比一个显得窄啊 这个太小了 这应该是放浴缸的地方吧 主卧的那个按摩大浴缸 我们这小区里总共的特点都是 哦你看这个房子一共有两个车库 那块是一个能放两辆车的车库 这块呢 哦不对 这不是车库吧 这应该有可能是个车库 我有点读不懂他家的结构啊 如果这是一个卧室的话 假如说他那个大门不是算车库的门 是他专门想修一个那么大的门 你知道弄个落地窗的那种门 那按理说这个卧室的话 应该有直通这个主卧 看着像是卫生间的这个这个门啊 他也没有 而门他打到了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到时候这封上了 哦这是一个closet 这储物柜 那他完全就想要上厕所 得绕那么一大圈从这过来 再从这进去了 所以这应该不是一个卧室 而我站的这个位置呢 这如果是个卧室的话 这两个大窗户太丑了 而且它太小了 然后这又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房间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肯定是这个洗衣房 这个没得说 这是个通道 这是个大客厅 客厅的门 那那肯定就不是车库了 但是这块这个客厅算是蛮大的 两个大窗户门还很宽敞 哦这一块是个卧室 然后从这进来 这个是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倒是挺小的 这又是一个卧室吗 好咱们从这上去看一下 这是我建筑的最神奇的房间 哇这块 这设计的有点不太合理了 整个二楼那么大片面积 就被这个给占了 你看这个是楼上的那个暖气系统 这也不敢踩啊 踩了会不会掉下去啊 也不敢踩 我家第一个房子就是这样的 有一个门可以进到这里头 那这楼上的空间太小了 就这么一个房间 一个这个 这上来以后左边没法进 右边也没法进 右边从这进去以后 你看 它这有个小门 也就是说 它家储藏的 可以储藏东西 放到这里头临时 但谁会往这里爬啊 这房子设计太不合理了 所以从这楼上上来 就这么一小块可以当卧室 那里头有个卫生间 就没了 太神奇了 这个房子 我是肯定不会考虑的 就算它再便宜 这房子院子还蛮大的 但是你看楼上的位置 基本上全都被那个房顶子给占了 在这个小区啊 你看这房子一般都是 从40万起 一直到80万的都有 看到底多大 然后呢 它最惨的一点就是说 每年的物业费特别的贵 好像是四五千的 因为你这个物业费里头 实际上是包括不远处 那个可能走个二分钟左右的路啊 开车其实很近 五分钟就到了 有一块特别大的高尔夫球场 以前我还拍过呢 你要去那个地方 相当于是 会员费全都包进去了 但是我从这搬过来三年多 四年了吧 三年多 从来没去打过高尔夫球呢 对那玩意不感兴趣 点赞加关注 带您看整室物包装的美国